不敢当啊 人家是宇宙最强啊 我这个不能商比 但是曾子丹 对啊 那当然了 之前其实上一届 我在正前的时候 也跟成龙大哥啊 他们都一起嘛 他也是电影界非常关心的 所以这一次其实很一样 因为我们朱棣不一样 也是采取了闭环管理 但是我当然在新闻媒体 也看到那个曾子丹 他讲的这些话 其实挺好的 他也说到 外国媒体的很少 报道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中国的这个 这些这些故事和论述吧 那回去呢 我相信呢 我们也会跟强的合作 尤其是在 怎么利用好电影 去传播这个中华文化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最近看到 其实香港港产片也好 就内地的很多大制作也好 在票房上都是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成绩 对吧 尤其是我们港产片 很多这一年 尤其是疫情 我都有点 就是疫情期间也创造了那么好的成绩 所以说明了我们的人才是有的 我们香港的市场 我们国际香港的国家市场 也愿意去看更多的我们这种片子 所以未来我们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些 我们这些电影题材 更好的去把更多的中华文化元素放进去 更好的把它传播出去 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 一条思路了 谢谢大家